我們上次曾經應該是做到 已經開始可以讓這個分子動起來 這個分子是我們叫做負檔名的話是xyz 這個跟之前mol有一些不一樣 我們現在介紹一下 就是不同的分子的檔案模式 其實它會表現出來不同 上次最大的不同就是像CO2 它本來應該是雙件 但是我們表現出來它只有單件 如果我們上次再看一下 第一次作業的時候 我們再畫一個簡單的分子 像尼古丁分子你把它開起來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可以表現出雙件 為什麼一個可以表現出雙件 另外一個不能表現出雙件 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整個結構檔案類型 我們先從記事本來看 所以我們利用附屬應用程式 然後記錄到wordpad開起來以後 我們先看一下原來如果大家還記得xyz 我們再複習一下 xyz的檔案類型是怎麼樣形式 這個是我們上次做一個簡單 動畫還沒做出來 就是這只是一開始的 第一行是代表說這個分子裡面有幾個原子 然後再來第二行代表是它解釋 再來就是CO2的所有的原子的坐標 那你當然要做動畫的時候 我們就是把這個原子把它copy起來 中間不能有空行 那你就等於是做三張動畫圖畫 那它的距離在x軸上面 你把原來1.2的位置延伸到1.3 然後原來是-1.2的位置變-1.3 那第三個分子基本上它就變更長1.4 然後這邊-1.4 然後我們把它儲存起來 所以基本上就等於是說你有三張圖片 那這三張圖片是分別三個分子 那我們待會就連續播放 所以xyz基本上就很簡單 它只有告訴你原子的坐標xyz是什麼坐標 那我可以同時放三四個分子的模型 那它可以慢慢的一張一張的 隨著我們要求把它放出來 所以基本上一開始是像這樣子 那MOL檔案的差別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分子呢其實它都是可以利用呢 Wordpad或是記事本把它開起來 我們開啟舊檔 那我們到第一個 XMLHW1上面 那一樣呢我們看全部的文件 那這個地方有我們是R 右旋光的把它開起來 這開起來呢跟我們剛才的模式呢 差比較多 它比較複雜一點 那基本上呢最重要的幾個原子坐標都還在上面 這個地方有原子坐標 那它原子的符號放在後面 前面呢三個數字呢代表是xyz的坐標 所以這是MOL的形式 OK 那所以基本上跟xyz大概沒差太多 都是原子然後xyz坐標 差別是在它們之間的連結 下面有一個連結表就在下面 這些呢連結表就是說 像第一行是代表說12兩個原子 它的連結呢是以單件為主 單件代號是1 OK 然後如果是雙件它就用2 那下面有一個4 4代表是123就是1件2件3件 4代表它是一個方箱組 所以這方箱組它等於是共振的結構 所以它是單件雙件單件 所以這個4個呢 這個4號呢 基本上它總共有123456 有6個的件是由這個地方所決定的 所以呢 MOL檔案它會告訴你它的件結情形 到底是單件還是雙件還是三件 還是方箱組的公二件結 但是呢XYZ呢它就沒那麼多複雜的 它讓你同時可以放很多個分子 那這分子呢 我們現在這次呢是做振動模式 那振動模式上次我們做過就是 讓它做一個簡單的模式 就是把CO2把它建立起來 那CO2建立起來它的格式就是像這樣子 它是3 然後第一個呢是原子的總數是多少 第二個呢其實大部分以前在我們在做化學模擬的時候呢 就解釋說這個分子是什麼樣子 它的化學式是什麼 然後它是帶正電荷或是負電荷的離子 還是它中性分子 然後呢接下來所以就是三個呢 就要有三個原子坐標 如果你寫三個後面有四個原子坐標 到時候JMOL讀出來就錯誤 或者說你寫四個只放三個原子坐標 它會說我現在讀不到第四個原子坐標 所以當你JMOL展現出來的時候呢 第一個你看到螢幕是黑色的 代表它已經正確的顯示JMOL的Applet 但是它如果再出現一行紅色的字說 這個字它的譬如我舉個這個例子 我把這行把它刪除掉 OK 那把它儲存起來 那這時候呢我再重新展示出來這個模式 我們回到這個原來 那重新展示一次 這個照理說它會出現一個錯誤說 基本上你可能這個原子坐標數目不對 或者是說它現在變成只展示兩個 OK 那所以呢基本上 盡量要把自己的原子坐標把它弄對 然後我們再把剛才的 連續放三個分子 連續放三個分子 三個分子的漸長不一樣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開始把它展現出它的動畫 儲存起來 儲存以後呢我們在這個地方 就是它的home page上面我們就下一些指令 那這個指令基本上第一個就是 RODE還是原來的規格 就是它的Applet基本上有三四個參數 那第一個參數最常看到就是RODE RODE就是把它的原子的檔案 或分子的模型檔案把它抓進來 那我們這一次是用XYZ 所以它的檔名就是CO2 那SIM XYZ OK 那接下來是script script就等於是說 平常我們在做這個 JMOS 譬如我們按滑鼠右鍵 讓它樣式變成是球棒狀好了 或者是變成是卡通狀 CP OK 那我們再重新整理一下 它就變成可以開始震動 OK 那你可以 所以這些都是從指令上面下下去的 所以指令是發生在這個地方 第三個 第二個參數叫做script 這script就是化學常用的一個叫 Rasmuscript 它所做的事情就是可以改變背景的顏色 然後接下來我們因為它有動畫 因為它有三四張圖片 那我們就可以用animation animation就是動畫 它的mode是loop 就等於是反覆的一直放下去 後面的00代表是說 它每一次放的時間 一開始第一張圖片要不要延遲 那下面要不要延遲 所以這些都是延遲時間 我們就把它設0 再來就是animationon 就是開始讓它開始動了 那animationfps 就是每秒鐘放幾張圖片 OK 所以呢這就變成是 最後那progressive bar 這個progressive bar 那基本上只是用來在localpc上面要放印的圖片 是這樣子 所以呢這個一開始呢 那請大家先把www下載 然後試試看是不是已經做到呢 檢查一下這些網頁 是不是已經做到一個對稱式的伸張震動模式 那我們待會還要再做一個非對稱的伸張模式 然後再來是一個bending的模式 如果震動伸張模式可以的話 請大家試試看再做另外一個分子檔案 OK 那這分子檔案呢 我們就是另外一張圖片 就JML圖片做的是非對稱的 那非對稱呢 如果我們先假設中心的碳原子不動的話 那就是這邊呢 一邊呢是朝正的x方向走 所以它漸長呢是從正1.2變1.3 1.4 就跟原來的對稱模式一樣 那這個另外一邊它就等於縮進去了 所以原來是-1.2 那接下來下一個就-1.1 然後-1.0這樣子 我們要做的是 現在這邊有一張圖片是對稱式的對不對 那我們再加一張圖片是非對稱式的 OK 那再加一張圖片是一個bending式的 OK 所以要做的是三張的JML圖片 所以呢 一個是對稱式的伸張震動模式 另外一個是非對稱的 就是一個伸長一個縮短 那這時候你要再建立另外一個XYZ檔案 是 你可以用Wordpad也可以用記事本 那我通常覺得用XYZ是比較容易 當我們在讀建立從3D的軟體 Discover Studio Visualizer 這個產生出來的XYZ檔案呢 用Wordpad讀呢 它可以把EndOfLine 就是一些隱藏碼讀進來 然後它不會產生出一些比較複雜的碼 但是呢 要存檔的時候有一個問題 Wordpad它存檔的時候呢 另存新檔案 它沒有辦法用任何格式 所以呢到時候它存的時候 後面就自動會加上TXT OK 所以呢 Wordpad我到現在還沒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當我要自己建立分子檔案的時候呢 我還是使用記事本 所以回到原來的地方 這個地方有一個記事本 OK 所以我們要先建立一個新的檔案 要不然你就用Copy的方式 那我記事本產生出來以後呢 我把原來這個所謂的Symmetry的東西 把它Copy起來 然後放在新的記事本裡面 把它貼上去 那所以呢 基本上類似 但是它要儲存的時候 我可以改變它的副檔名 OK 副檔名可以任意改 那我們現在就是原來是 這是最原始的 就是最安全 最穩的 就是結構最 能量最低的結構 那當我要做非對稱的時候 這個是同時生長 所以這是對稱的 那如果非對稱 就是一邊生長1.3 那這個地方呢 我就把它變縮小 本來是-1.2就變1.1 OK 然後這地方呢 另外一邊是生長 所以1.2 1.3 1.4 另外一邊就是-1.2 -1.1 然後-1.0 OK 然後我把它這樣子做就滿簡單的 然後這時候呢 代表是說一邊再生長 另外一邊就縮短 那這時候呢 我們現在就是把它另存新檔案 另存新檔案呢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檔案類型 改成所有檔案類型 那這時候回到桌面上面 因為機制本可以這樣做 Wordpad沒辦法改成所有檔案類型 然後就在WW底下 然後Jmol H2 那這時候呢 我們用的是CO2 我類似這個檔名 但是把它變成Anti-Symmetry 所以Anti-Symmetry就代表它是一個反對稱的 那這時候我們把它輸進去 所以這時候呢 我再重新講一次 就原來的1.2的漸長 一邊伸長另外一邊縮短 OK 那所以呢 這時候我們為了證明說自己做的是正確的 那我就把原來的東西呢 把它Copy起來 Apply-Copy起來 然後這邊的名字 萬一我們要做一些控制按鈕 就把它改成M2 然後這個地方呢 Symmetry 那我就把它變Anti-Symmetry 把它儲存起來 那原來的東西我再重新整理一下 這做起來還是不夠自然 不像真正計算出來的結果 只是說告訴你說 XYZ它的檔案類型 其實可以做很多的不同的變化 我發現loop做出來它會有一些 因為loop它是等於123123 那如果你是用所謂的反覆式的 123321的話會看起來比較自然一點 那它的指令是變成像這樣子 如果看螢幕上面 一個是loop式的 loop式的 loop式的123123 那如果是這個的話 它123321 123321 所以An Emulsion Mode 有兩種形式 一個是loop式的 123123這樣的方法 123123 那如果是Pelindrome 基本上就是123321 12321 12321 12321 OK 所以你們試試看不同的模式 那到底它所展現出來哪一個比較順 那如果都做的沒有問題的話 再做一個bending 我們待會再解釋bending的情形 那如果要讓它更自然的話 就中間的那個碳原子 也要跟著向量動一點點 不要動那麼多 可能一次動少一點 那你就感覺上 這個分子不會那麼的死 所以播放的模式 在An Emulsion Mode有兩種 一個是loop 一個是Pelindrome OK 那一個是123123 loop就123 然後Pelindrome就是123321 OK 好 那我們再回到看它的 所以呢一個叫Symmetry Stretching 我們已經做了 而Symmetry Stretching呢 基本上 如果碳原子有一點動 看起來會更真實一點 那再來bending bending的話 在之前我們在所有的原子呢 它的移動方向都在X軸上面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改變Y軸或Z軸來看 OK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如果是用改變Y軸或Z軸的話 它的模式是怎麼樣子 所以呢 這個是Symmetry的模式 那如果同樣的情形 我們把這個呢 另存心檔 另存心檔呢 一樣在計事本裡面 我們把它改成所有檔案 那把Bend AntiSymmetry的地方 我們把它改成Bend BEND 就是扭曲的 OK 扭曲的話 第一個你要回覆到原來 這三個座標都是一樣的 因為它都是漸長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地方改變是漸角 所以漸長呢 如果是這個地方 假設它在X軸上面固定 接下來我們就在Y軸上面變了 所以這Y軸 或者我直接用Z軸也比較容易 Z軸的話 我們看一下 一個呢是朝上 一個是朝下 所以呢 碳原子如果是朝正0.1的話 那氧原子就朝-0.1 所以我們就從這個地方改變它 所以這個原來是 碳原子如果是朝0.1的方向 那氧原子呢 就朝-0.1的方向-0.1 那這個地方也朝向-0.1的方向 那當然這邊就增加更多0.2 那這邊呢就變-0.2 那把它儲存起來 所以基本上X座標不變 變的是Y座標或Z座標 那同樣的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把這個地方把它Copy起來 那把名字從M2變M3 然後這邊呢是改成Band OK 那我們把它儲存起來 那再測試一下 剛才所看到的 那Z座標是因為剛好垂直你 你看不到 所以你要把它轉一個方向 但是如果你把它改成Y座標的話 舉個例子 我們再把這個座標改成 把這個地方000改成是 後面加0 應該是大家可以做一下 就是所以它在Y座標 Z軸是朝向你 垂直朝向你 那Y軸的話就會變另外一邊了 那這個就很標準的Y軸 好請大家試試看 所以Z軸是垂直螢幕 所以當你在Z軸上面 一開始看你可能看不到振動模式 但是在Y軸上面 你就比較容易看得清楚 如果這個沒有問題 我們待會就利用XYZ 直接就可以建立晶體結構 那不需要靠軟體 就可以建立晶體結構 所以我們待會建立晶體結構 就不再利用CrystalMaker來做了 所以碳原子如果要移動 原來是0 所以它要朝另外一個負方向 所以這個地方就 譬如朝負0點 可是你的移動不要太多 因為它還是在中心的位置 所以我們通常是負0.05 小一點 然後這邊那邊是負0.1 應該在X的方向 基本上我寫錯了 應該在X軸上面 然後下面這邊就變成負0.1了 然後下面這邊就變成負0.1了 負0.1對 這樣震動就會比較自然一點 然後我把它儲存起來 我們看一下 你這時候你會發現 好像這個劍在那邊滑來滑去而已 所以如果碳原子不動的話 你就覺得這個分子 好 我們已經告訴你說它有三種震動模式 但是三種震動模式 不是每一樣都可以跟電子波 直接做所謂的interaction 它並不是會每一個都吸收 OK 會讓它吸收只有 只有當你這個電子的分布呢 使得它的diple moment 是不等於0 OK 我們先講說它沒有震動好了 CO2沒有震動 大家都知道它是非極性的東西 那但是它電子銀分布是不一樣的 電子銀會集中在氧的地方 那兩個氧呢 是電子最集中的地方 碳原子呢是電子比較不集中的地方 所以呢 它們碳和氧之間呢 它就有產生出一個diple moment 電偶集 但是這兩邊的向量呢 會互相抵消掉 所以這個CO2是非極性的分子 OK 當你的震動模式的時候呢 在所謂的對側模式 這個地方是對側模式 就是同時伸長 同時縮短 那這時候電子銀也同時往外面跑 同時往外面 所以它的近的diple moment 或是它的近的電子分布 還是跟原來CO2呢 近子一樣 它是屬於非極性的現象 所以呢 只要是非極性的話 它跟電子波之間呢 互相作用率就變很小 所以它就不吸收紅外線 但是呢 當你變非對稱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說 電子銀呢 會集中到某個方向 所以它這時候diple moment 近量就出來了 它的近向量就出來了 這時候呢 它就會吸收紅外線光譜 所以非對稱的 它吸收的 它的強度特別的強 那另外一個bending也是一樣 bending更明顯 因為呢 兩個氧的電子銀 濃厚的地方朝下 那比較稀的電子銀 碳原子就朝上 所以呢 它的近向量就不會等於0 所以它也會吸收 所以CO2呢 這個振動模式 只有兩個吸收風 另外一個吸收風就很弱 非常弱 幾乎都沒有 OK 好 這是在以後 如果你們對於紅外線 有興趣的話 就會發現 在CO2上面 其實是兩個 所以你話說來 就像N2O2一樣 N2O2它兩個都是 同樣的原子 所以它振動模式 只有一種 就是同時伸長 同時縮短 所以這個N2和O2 它基本上也不會吸收 紅外線 因為它的電偶極呢 不會有任何 不會因為震動 然後產生出 不一樣的電偶極的分布 OK 好 那這個是 紅外線的 吸收光譜一些模擬 你可以有興趣 可以超延結過去 那今天呢 最後請你整理一下 就這個 這份作業呢 這部分作業呢 就請你再把它整理成表格 那解釋一下 CO2的振動模式呢 這是Symmetry Stretching 下面 第二個表格就是 CO2的振動模式 它是Symmetry Stretching 那再來就 振動模式是Bending OK 那請大家用表格的方式 把它做出來 那表格方式呢 不會太難 那我這邊簡單示範一次 我們到設計的模式 這個地方 你已經有三個了 那我們先把這個地方呢 先在一開始的第一頁 這個地方 然後把它跳一行 所以這上面就有一些空的 那我們把三個模式 一二三 這個建立起來 然後把這個一個一個模式 拉過去 一個 然後再請你把它編一下 那把一些解說的名詞 把它寫出來 好 那我們就第一份作業就是 至少用表格把它解釋一下 哪一個是Symmetry 哪一個是Anti-Symmetry 然後待會我們就利用XYZ 來建立結晶結構 不需要再用透過軟體 沒有問題 我們就開始來算下一個 結晶結構 結晶結構我們不要太複雜 我們做簡單的 因為XYZ就可以玩很多遊戲了 所以呢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開始 畫第二個分子 是立體的 好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一個 顏類結構 那它基本上呢 不像我們上次所說的 它是在一個面芯結構裡面 比較小的洋離子 它可能是放在Tetrahedral後 或是Aktrahedral後 那基本上這個是CSCL CL呢 是在正立方體的八個角落 OK 那CS呢放在正中央 就是金格的正中央 所以基本上它總共有幾個原子 CS加CL加在一起呢 八個再加一個 它總共有九個 OK 然後呢 旁邊全部是 坐標呢 就要來看了 接下來就是 我們看金額長度是4.123 OK 4.123 所以呢 如果我們把 要利用XYZ來建立這個CSCL 我們現在要先做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把這個 這個XYZ坐標呢 先重新建一下 那另存心檔案 這是用記事本 那另存心檔呢 一樣 我把它變成檔案 類型變成是所有檔案 那這地方呢 用變成C 用小小 CSCL OK 然後點XYZ XYZ OK 那我們剛剛一開始說 你這個分子裡面有幾個原子 就要寫幾個 把它數字放上去 那我們CSCL呢 總共有九個 其中呢 八個在金格的角落 那第一 中間呢有一個圓心 然後所以這邊先寫九 第二行你一定要打CSCL 至少把化學式寫出來 好 所以CS 所以這是九 然後這樣有看到嗎 CS 謝謝 好 這很重要 然後我們先把 我通常是把原點放在這個角落 OK 那你們喜歡玩數學遊戲 就把原點放在CS也可以 好 那我原點放在角落就CL 是0 OK 那再來CL 那它的金額是4.132 所以呢 它在X方向呢 找了 找了一個 0 0 然後再來是CL 0 4.1 4.123 然後 0 然後再來就是排列組合 總共有八個在上面 然後CS呢在中間對不對 你可以一開始先放CS CS 那4.123除以2就是2.0615 然後再來是2.0615 然後再來是2.0615 好 請大家把這個金額做出來 然後就放在它的螢幕上面 然後解說一下CSCL的金額 金體 所以基本上等於是在了解一下 用XYZ其實也可以做金額 那最後我們待會就會告訴你說 用XYZ同時可以表現四五個分子存在 那怎麼去做這個東西 當然我們要畫三個分子 這三個分子是以丸以希以缺 然後把它存成XYZ 那存成在XYZ的時候呢 當我們要展現出來的時候呢 會有什麼問題 OK 所以XYZ可以做很多東西 第一個當然可以XYZ檔案 就是最簡單的建立分子模型 然後呢它可以做動畫 就是你可以同時放很多張分子 然後你同時一直放 OK 然後它也可以呢 做簡單的晶體 也同時可以放很多的分子在上面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來做的是 所以這個不會太難 那我們要做的是另外一個按鈕 在這個地方呢 除了顯示原來的原子模型以外 然後讓它要能夠旋轉 OK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做三個按鈕 第一個按鈕按下去呢 只展示綠原子 第二個按鈕按下去只展示CS原子 然後再來是同時呢 變成是CS和CL同時展示出來 OK 那怎麼做這個東西 那這時候呢 一開始我們一樣把這個呢 所有的表格呢都放上去 就是原來指令把它放上去 那這第三個呢 我們就第四個是CSCL的分子 所以我們把這個CSCL把它放上去 CSCL 那基本上旋轉呢 待會你們自己下一下指令 OK 那這邊Background可以放上去 Spin 要把它旋轉 你就直接打一個Spin on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現在要做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基本上呢 一樣 插入一個新的按鈕 在表單上面插入一個按鈕 那這按鈕呢 一樣我要把一些東西把它清乾淨 那我們只需要留下原來的 這個縫的地方都可以把它清掉了 只要一個input button OK 好 重點是這個名字呢 要跟之前都不一樣 不要重複 要不然到時候它會出現問題 不知道應該作用在哪一個物件上面 那所以呢 第四個我就放M4 M4呢放下去 我說只顯示CL負 OK 所以呢 基本上打上 Show CL Atoms OK 那我們先看一下CL Atoms 到底它在螢幕上面是怎麼閃現出來的 好 這邊已經開始在旋轉 我先把它靜止它旋轉 當你滑鼠移到任何一個原子上面 它直接就告訴你它的原來的編號 它的元素符號 元素符號其實就跟你寫的一樣 你打大寫它就打大寫 基本上元素符號要必須要規定 就是大寫 那如果第二個當然就小寫 所以這邊是CL 第四號原子CL4 那這邊呢 是CL6 OK 那這邊是CL3 那這個地方呢是CS1 OK 所以呢 它元素符號後面還在加上編號 所以呢你不能只打 選擇只有CL 或是CL1或CL2 你要打一個CL start 選擇所有的東西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是代表是 只選擇 第一開始呢 我們接下來就開始要寫script unclick unclick cl i c k 然後呢 這邊是雙1號 所以呢接下來就是代表是 JavaScript的內部 JavaScript內部我要啟動 M4這個物件 當我這個按鈕按下去 unclick了以後呢 M4這個物件 它的script 就像這個地方的 它的參數script 然後刮糊 裡面就用單引號 避免它們重複 OK 這是之前我們講過 然後我們現在首先呢 如果你選擇綠原子 要讓綠原子 它的整個半徑變大 OK 那你要把射原子 CS把它消失掉 OK 所以呢有兩種做法 通常我會先清掉 你原來的背景 譬如我現在要選擇某個東西 要把它顯示出來 那另外一個要把它 其他的東西要把它隱藏掉 事實上我要先做的事情 是要隱藏所有的東西 然後最後呢 只選擇你要的東西把它顯示出來 基本上 敘述是說我要顯示CL 但事實上你要先做的是 把所有的東西呢 歸為你原來要內設的東西 所以我先select ok 所有東西 浪差呢 先隱藏起來 所以呢是 spec space fill off 然後呢再來是 wireframe wireframe off 所以基本上分子有兩種模式 接下來呢 我們要選擇綠原子 select 綠呢是CL 大寫 然後面打一個星號 代表說CL 那所有的編號我全部都要選起來 然後再來是編號 再來這時候呢 我把space space fill on 我只要它變成大球模式就可以了 所以整個做法就是 我先選擇所有分子 讓它變成我要內設的那個模式 那我現在內設模式就把它隱藏掉 那再來就是 再選擇所有的綠原子把它變space fill on 那我們現在試試看這個 所以當你按show select 它就變這樣子 ok 那好 請大家接下來把其他兩個按鈕把它做完 一個就是只顯示 cs原子 然後再來第三按鈕就是cs和cl同時顯示 我們接下來要畫的 所以這是最後一個xyz 這個xyz呢 重點是告訴你 我們剛才之前 一開始有畫動畫 動畫就是把三四個分子放在一起 然後它連續播 ok 那我們如果還記得的話 如果你三四個分子放在一起的話 它只展現第一個分子 第二個分子不會展現出來 ok 除非你用動畫的連播 它才會變第二個分子第三個分子 那所以這時候會發生在 當我們同時呢 放三個分子在這個xyz的時候呢 如果我們用軟體畫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說 它事實上是放三個分子 但是呢 它只展現一個分子 那我先做一次給大家看 比較比例結識還快 ok 我們先做一個 好 一開始我們畫 以完以稀以缺 就是我們現在要做的 就是這個 JMO裡面有三個分子 那你按以完這個分子 這以完分子 球要變很大 然後呢 告訴讀者說 誰是以完 那另外幾個呢 就把它變小一點 所以這個等於是 類似教學的網頁 那我們就開始先做 以完以稀以缺 先把分子的 我忘記叫Sketching出來了 好 那我們就把這點一個 兩個 三個 然後再把它的化學件 這單件 這個是雙件 這個是三件 然後再把它所有的分子 圈旋起來 然後把氫原子長出來 然後把它整理一下 好 整理以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分子呢 另存新檔案 另存成XYZ 所以呢 這個檔案類型呢 就抓到下面來 XYZ 好 XYZ存好以後 放在桌面上面 desktop WW 然後第二個作業裡面 那我們這次呢 是畫三個碳原 三個有機分子 所以我直接寫三個 3C OK 不過這3C跟那個存不一樣 這個是三個碳 好 把它存起來了以後 接下來呢我們就開始 一樣 我們把這個東西呢 類似剛才所做的東西 把這個呢 把這個指令把它copy上去 變第四個 第五個 所以我們把這個地方把它copy起來 所以按鈕我這邊就 剛剛已經講過就不 剩下按鈕就請大家回去做 然後呢 第五個分子 我們把它放成第五個分子 然後這邊呢 XYZ 剛才講的是3C 所以我們就把3C寫上去 然後把它儲存起來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分子 長出來的樣子 只有一個 OK 它轉半天只有一個 所以基本上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 至少讓大家看一下 寬度寬一點 我把它寬成變800 放大 它分子也會 也會跟著放大 我不是要 我打錯了 我是要把它是寬度800 然後高度還是維持400 好 那我們現在怎麼改 我們現在就回去要看這個分子 那我們 要看 DSVisualizer所產生出來的分子 還是要用Wordpad 因為它才可以讀出正確的所有的格式 OK 然後我們開啟 就檔 然後呢 在這上面 所以你會發現 三個分子同時都在 但是它是獨立的 OK 所以呢 如果你要把這三個同時放出來 等於是剛才我們在做那個動畫圖畫一樣 你要用Animation 它才會產生出來 那它一次也只能產生出一個分子 所以呢 解決的方式 因為它們三個分子 所有的原子的坐標都在 我把它並在一起 所以呢 第一個是八個原子 第二個是六個原子 第三個是四個原子 全部加起來是十八個 我這邊就把它變十八個 然後把這兩個呢 殺掉 把它並在一起 所以一號到八號是第一個原子 然後在九號到十 所以我們把它加在一起 我看 我這樣加得不錯 六加四加十八 OK 出生起來 只是把分子做的辦法併在一起 你就可以同時展現出所有的分子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利用原子的編號 來挑選分子 而不再用元素符號 所以你在select的時候 可以用元素符號 也可以用原子編號 好 原子的編號有幾種 第一種模式呢 就是你直接讀檔案 所以從這個檔案裡面 我們剛才在編寫的時候 知道說前面八個原子呢 是屬於第一個分子 OK 另外一種呢 你覺得這樣很難的話 還有一種方式就是 我們把這個呢 把滑鼠移到這個地方來 那你一個一個去讀 這是三號 OK 然後再來這邊是 一號 OK 所以這樣就很麻… 這樣子當然很麻煩 最方便就是用軟體 OK 用這個display來看 那可不可以用這個來讀 不行 因為我們剛才已經更改過了 就是原來這個製造出來 它有三個 一二三 然後這三個分子呢 它都有編號 所以這邊的編號 絕對錯誤 你一定要把它 直接把它殺掉 不要存 OK 因為你剛才已經改了3C了 所以就不存 重新開一次 因為你已經改它的檔案的內容了 所以open open3C以後呢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分子 OK 然後再來就是把它的label 然後再add 它的id 怎麼還是1、2、3、4 我讓你出問題 我剛才有一個3C已經存起來了 好 我們把它儲存起來 好 那我們把這個開起來 這個是正確 因為看是不是正確就是 原來這邊有三個分子 有三個分子 現在只上一個分子 全部號碼都在一起 這代表它是 看起來是一個分子 那一開始我們建立起來的時候 如果大家還記得 這邊有三個molecule 1、2、3 所以一定要把原來的東西先關起來 那你這邊已經改寫好了 然後把它儲存好 那重新開起來 不要再 這時候就可以開始讀 然後label 然後add id 那這加上去 所以這時候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編號 所以呢 1號到8號是指這個號碼 9號到14號是這個號碼 17、18號在這邊 然後我們現在開始要求是這樣子 第一個 有這麼多的按鈕 就第一個你按下去呢 是顯示已完分子 OK 然後再來是顯示已息分子 再顯示已缺分子 那我們現在做一次先顯示已完分子 那 一開始呢 我們是類似 就要求呢 在這部分一開始就是 全部變大球的 cpk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指定上面 第一個 這m5 然後呢 這個 3c xyz 然後所以呢 你一開始在script的地方 你要把它變成是大球模式 所以呢 這邊要求的是 select select 所有的分子 然後呢 s pse f l 所以一開始它就全部都是大球的 OK 原來一開始是大球的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就是 當你被選定的分子 它要變球棒狀 OK 其他的變現形分子 我們可以慢慢做 如果今天來不及做完 我們下次再做 那所以呢 一開始它是說你選定那個原子團 要變成球棒狀 其他要變現形分子 所以 等於是內設要變現形分子 所以你要先select所有的分子 把它變成是現形分子 然後呢 選擇你要的目標 把它變成球棒狀 OK 所以呢 它的目標 基本上呢 我們用原子的號碼 原子編號 基本上它是用 這邊有教大家怎麼樣 基本上是用atomic number OK 所以如果你看一下 atomic number呢 它可以等於1 或等於100 或等於5 OK 所以你選擇1號分子 atomic number等於1 然後space field把它開起來 OK 那如果選擇是1號2號 同時要選擇1號2號 就是atomic number等於1 or atomic number等於5 所以or在這地方 當然代表是連擊 ok and代表是交集 所以呢 你要選擇1號到5號 那我們就用大於符號 就是atomic number大於等於1號 and atomic number小於等於5號 這時候呢 你的刮弧就變成交集了 就大於1等於1 那就到大於小於等於5 這部分 OK 那我們剛才講過 剛才第一個呢 以完它是從1號到14號 所以呢 我們利用這個功能 從這個select這部分 所以我做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地方要多一個按鈕 插入一個按鈕 那把這兩個刪除掉 那這邊呢是show 以完分子 以完呢是c2h6 ok 所以是c2h6 mole mole ok 好 那它指令一樣 這個地方unclick 所以我們這邊指令呢 也會把它寫出來unclick 然後是m5.script 然後刮弧 裡面是單引號 所以一開始selectselect select所有的分子 然後呢 space spacelfill off掉 然後再來 wireframe wire on ok 所以這時候全部都分子變現形分子 接下來 select select atum number 必須要大於等於1號 然後它必須要小於14號 and atomic number 小於等於14號 然後這時候呢 那這時候呢 space spac space field 我把它開起來變球棒狀 那space field呢 球棒大概開150 然後wireframe frame 大概是在80左右 ok 那我們試試看這樣子是不是ok的 嗯 我這邊有打錯嗎 oh progressive bound這個地方沒卡到 欸我選太多了 應該是8號 應該只有8個 我選太多了 1號到8號 好 請大家先試試看 所以1號到8號是屬於第一個分子 ok 這原子團 那當然 接下來就是所謂9號到14號 就變成是 C2 H4 一個是C2H6 C2H4 C2H2 C2H2 ok 所以以彎以吸以缺 最後把這個按鈕做完就好了 所以這三個按鈕我們已經做一個以彎嘛 那以吸以缺 那請大家繼續把它做下去 接下來有三個按鈕是所謂顯示sp3一個原子團 那顯示一個sp2的碳氫原子團 這什麼意思 ok 譬如我現在按這個按鈕 如果請你顯示什麼叫sp3碳氫原子團 那就希望你能夠按下去以後呢 展現出這一團 把這一團呢 好 這一團顯示出來呢 要把它變成是球棒狀 ok 或者把它更大 就這邊是球棒狀 剩下來全部都變現形 也就是說我一按下去 一開始所有的分子呢 是變現形的 line 然後sp3這一團 然後變成球棒狀 所以這一團要變 你要展現出這樣子 所以這個按鈕意思是說 當你按下去的時候 告訴讀者 什麼叫sp3的整個分子結構 那就是把sp3的 它的幾何形狀顯示出來 顯示的就像這樣形形一樣 那如果什麼叫sp2 那就是把這整個分子呢 整個團變成線形分子 然後接下來你只選擇 譬如這個地方 9號 2號 9號 11號 那你把 90 11 然後把這個地方呢 把它變成是 boing stick 然後再來就sp2 sp1的話 就指這兩個 這個地方有一個麻煩 你會發現說 它號碼不是連續的 對不對 那你想要把它連續怎麼辦 你可以把它對調 譬如舉個例子 像這個地方呢 9號到 這邊9號到14號 其實基本上是同一個分子 你可以把這幾個分子 把它併在一起 9號和1112呢 把它對調 把9號這個碳原子呢 調到13號左右 那調法是這樣子 譬如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 這個結構 所以呢 基本上這個地方是 1號到8號 這個地方是9號到14號 OK 我們剛才說9號和1112 是同一個原子團 所以呢 這邊是9號是指這個 然後10 1112 這兩個是同一個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對調 所以呢 你現在從 本來是9號1112 現在就9 10 11 所以大於9 小於等於11 那就可以 指定就比較好寫了 那如果覺得這樣不好寫 覺得這樣掉起來很麻煩 那你就照原來的編號在寫 XYZ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這邊 它的連結沒有關係 你只要原子做對了 它就自動連結了 所以你裡面的號碼 你裡面的碳原子都可以掉來掉去的 那掉的 那你寫的編號的指定比較容易編寫 OK 那我們今天就做到這裡 大家可以慢慢做 那如果來不及的話 我可以把這個作業 延到下個禮拜截止日期 但下禮拜我們就不交這部分了 這個部分呢 除了這幾個按鈕做完以外 那還有剛才一開始呢 www底下list 要多一個超連結 那這超連結就是要連到這個 JmodeHW2的這個作業 然後呢 最後呢 你還要再寫一個word檔案 word裡面寫一下你的那個網址 然後把它傳上去 那作業就到這裡為止 OK